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18天 乌总参谋部2月10日发布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87次战斗 乌军队俄方多个人员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指挥所和弹药库实施了打击 先来说说 谢尔斯基当下最大的挑战 阿富迪夫卡保卫战 来自各方面的消息显示 俄军不惜一切代价 从三面向阿富迪夫卡发起进攻 正持续蚕食乌军阵地 并且在南北两个方向取得明显进展 如果乌军不能发起强有力的反击 很可能像巴赫木特那样最终失守 从最新战况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俄军在阿富迪夫卡西南面和西北面对攻 已经取得不少进展 中心城区长 宽个约六公里仍在乌军牢牢控制中 但所有建筑均被俄军炮火摧毁 已经无险可守 目前乌军依然牢牢控制住包围圈缺口处 但直线距离已经不足四公里 阿富迪夫卡是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西面一个不大的市镇 是乌军阻止俄军西进的一个军事要塞 乌军从2014年开始一直坚守在这里 最近半年来 在这个宽约6至8公里长15公里的狭长地带 乌军坚守不退 打死了至少两万名俄军 虽然双方仍在持续激战中 一般认为 俄军最快10天左右 最慢一个月内攻陷阿富迪夫卡 我个人认为 乌军固守途中蓝色箭头连线的东面地区 军事上已经意义不大 要么在阿富迪夫卡南北方向发起零力的攻击 解阿富迪夫卡之危 要么在依托坚固阵地大量消灭俄军之后 有需撤离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领土 除了要解决好部队的轮转之外 刚刚上任希尔斯基 还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俄罗斯人最近突破了乌克兰的防线 从北部进入了这个城镇 按照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 俄军似乎准备一个街区 一个街区地进行战斗 而不是从更远的西南方或北部 进一步包围该定居点 试图以消耗性的轻步兵正面进攻 通过蛮力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就像瓦格纳在巴赫木特战役中 所做的那样 截止目前 乌克兰仍控制着该市的大部分地区 和阿福迪夫卡交化场这样的关键阵地 但俄军距离其补给线不到一公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乌克兰可能需要将较大规模的反击和撤军 结合起来 以避免自己的军队被包围 而另一些人则表示 俄罗斯的兵力战线拉得过长 可能会耗尽预备队 这将使得被迫重新集结的乌克兰军队 获得喘息之机 以希尔斯基的风格来看 他肯定不会一位死守 国际 国内的形势也要求他打一场胜仗 问题只在于 这第一把火将烧到哪里 个人猜测可能的选项有两个 一是趁俄军立足未稳 收复马林卡 二是加大队霍尔利夫卡的攻击 威胁阿富迪夫卡北翼俄军的后勤补给 唯为旧照 此前 阿富迪夫卡对于乌军的重要意义在于 可作为进攻顿涅茨克式的前进基地 但经过十年的对阵 由此方向通往顿涅茨克之路 布满防御攻势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进攻路线 此外 乌军从去年底 开始在阿富迪夫卡后方建立全面防御线 从该城撤军 并不会威胁到乌克兰在整个地区的防御 因此 乌军没有太大必要死守这里 甚至投入重兵反击 当然 阿富迪夫卡南北两翼早在2022年都丢了 在过去一年多里 俄罗斯都没有能够切断乌军的补给线 接下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进展 这是他们转而正面进攻的原因 希尔斯基可能会复制当初在巴赫木特的战术 在确保补给线的前提下且战且走 大量杀伤俄军 当初瓦格纳就是在巴赫木特把心态打崩了 才转而向更容易的莫斯科方向进兵的 当然 我并不认为阿富迪夫卡陷落在即 乌军坚守到2月24日 即两周年纪念日没有任何问题 我总的感觉是乌军打得很细腻 且战且退 但自哈尔科夫反攻以来 很少主动出击 最大限度消灭敌人有声力量 避免己方过大伤亡 而俄军却一直旱不畏死 不惜一切代价顽强进攻 两种战术各有利弊 作为军事外行 我就不好在具体战术上胡言乱语了 我相信战场上一位死守是守不住的 进攻有时就是最好的防守 因此我一向主张在积蓄足够的力量之后 应实施主动进攻和积极的防守反击 乌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已经换了新人 期待在F-16战机和更多武器弹药到手后 能打开俄乌战争的新局面 东部前线 过去24小时 俄军占领了比洛霍里夫卡东北部的更多地区 进入了该定居点的郊区 截至目前 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乌克兰军队的处境比较艰难 扎波罗热前线 乌军控制了一部分林带和罗伯蒂尼以西T型交叉点的一个据点 值得一提的是 俄军被证实在罗伯蒂尼附近的战斗中 使用了CS催泪瓦斯 乌空军2月10日发布消息称 当天凌晨 乌防空部队拦截了俄军来袭的31架攻击无人机中的23架 俄军无人机主要进攻方向是敖德萨和哈尔科夫 乌内政部长伊霍尔克利缅科2月10日表示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天凌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已造成7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另有三人受伤 超过50人已被疏散 袭击引发火灾 多栋房屋被毁 2月9日公布的一段俄罗斯无人机画面显示 俄罗斯军队在巴赫木特方向的克里西夫卡附近 处决乌克兰战俘 影片显示 一名俄罗斯士兵处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囚犯 该囚犯当时举手投降 俄军随后向掩体投掷手榴弹后 杀死了另一名乌克兰囚犯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 宣布对这起最新处决乌军战俘事件 启动审判前调查和刑事诉讼 此前类似的视频显示 俄罗斯军队在2023年12月 在扎波罗热州西部的罗伯基涅附近 和阿富迪夫卡方向的斯特波夫附近 处决乌克兰战俘 俄军一再杀害乌军战俘的行为 战后必受严惩 俄乌战争爆发第718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93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39.52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2辆坦克 14辆装甲车 13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一套特种设备 16门火炮 22架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8.6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白俄罗斯媒体Next援引英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情报报告报道称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总计损失了约2600辆坦克和4900辆装甲车 其中2023年的损失数字要比2022年减少了40% 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军队在2023年主要以防御和阵地战为主 鉴于战争中各方数据的不一致 很多分析人士认同英国国防部相关数据的权威性 不过稍早一些 电讯报也报道了俄罗斯政府在军事领域的投资 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俄罗斯军工业很可能在过去两年里 弥补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损失 至少是弥补了其中一部分 按照电讯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的军事开支已经从2022年占GDP的2.7% 大幅增加到了6% 占到了俄罗斯政府财政支出的约三分之一 如果按比例计算的话 俄罗斯超越了包括波兰在内的所有北约国家 在2023年俄罗斯军工业生产了1530辆坦克和2518辆装甲车 相比战前 坦克的产量增加了560% 步兵战车产量增加了360% 装甲车产量增加了350% 此外 俄罗斯军工业每年还能够生产接200万发炮弹 是西方情报部门最初估计的两倍 相比之下 欧洲在2022年仅生产了30万发炮弹 除此之外 俄罗斯还能够得到来自朝鲜和伊朗的炮弹 导弹以及无人机 不过 按照目前的产能等计算 俄罗斯军队不太可能在今年像2022年那样 发起大规模攻势 但问题在于 继军工业后 克里姆林宫正打算在三年内 将其经济转向战时模式 他们正在谈论在未来三年内动员国防工业 这意味着 他们希望至少打三到四年的战争 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实力的吞噬速度到底有多快 只有克里姆林宫心里明白 普通俄罗斯人也能够感受到物价上涨 卢布贬值等变化 而即便是俄军 也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潜在变少 很多消息显示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 待遇很差 这甚至得到了普京本人的证实 《生意人报》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必须在三个月内向阵亡军人家属 发放抚恤金 并在4月1日前修改法律 让那些在没有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 但参加了特别军事行动的人 获得退伍军人身份 拖延发放 或者没有足额发放 对在乌克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来说 并不是最坏的 俄罗斯媒体iStories报道称 那些加入风暴C部队的囚犯们 发现自己已不再收到来自俄罗斯国防部承诺的工资 甚至连参战六个月后 就会被赦免的待遇也被取消了 多名风暴C部队成员 其中一人是42岁的罗曼·波利亚科夫 于1月21日就此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信 表达对这些变化的不满 仍然没有收到全俄工资 战斗工资或有保障的伤害赔偿 但这封信写给普京的信 似乎已经泥牛入海 即便是动用了媒体的力量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除了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外 克里姆林宫对风暴C这支炮灰部队 很可能不再感兴趣了 俄联邦监狱系统内的可用兵员 几乎已经耗尽 没有必要为了吸引囚犯们加入俄军 而浪费资源了 再者 囚犯作战六个月就能得到赦免回家 正规俄军却在特别军事行动结束前 不会回家 这对俄军的士气相当不利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2月9日 与访美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会面时 集中讨论了两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及中东危机等议题 舒尔茨在会面前向记者说 美国参议院28日通过一项立法议程 同意推进一个价值953.4亿美元的一揽子法案 包括向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提供的军事援助 这令他感到鼓舞 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舒尔茨会面时说 如果美国国会没有支持乌克兰 那将是近乎犯罪的玩乎职守 这太离谱了 这是拜登迄今为止 对国会共和党强硬派议员做出的最严厉指控 民主党阵营和拜登政府 正在全力争取共和党温和派议员的支持 以扫清缘无障碍 舒尔茨对拜登表示 他对欧洲现在达成的决定感到欣慰 前不久通过了对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 德国也准备通过交付武器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如果没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将没有机会保卫自己的国家 舒尔茨还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前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 撒了很多谎 说这是一次荒谬的采访 他说 普京想吞并邻国领土 这就是帝国主义 他呼吁美国跟欧洲伙伴携手 恢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拜登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当地时间2月10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 与法国总统马克隆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当前俄乌冲突局势 和乌克兰在无人机 火炮系统和炮弹 电子战装备 以及便携式和远程防空系统等方面的需求 泽连斯基对法国和美国 发起火炮联盟表示感谢 在该联盟框架内 巴黎将生产 并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 凯撒自行火炮系统及其弹药 到目前为止 法国向乌克兰交付了 其军队一半的凯撒大炮 共36门 法国凯撒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是西方阵营最知名的 四款同类火炮之一 无军高度赞赏凯撒大炮打得远 打得准 性能稳定可靠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尼 1月18日访问乌克兰基辅时 承诺向乌克兰援助72门凯撒火炮 勒克尔尼表示 为了向乌克兰尽快交付订单 法国政府已经预先电资5000万欧元 以便其中12门凯撒火炮 先交付乌克兰手中 不过 剩下的60门凯撒火炮 合计价值约2.8亿欧元 这笔钱需要由德国 英国 加拿大和波兰等国联合提供 只有当资金到位之后 法国才能把所有火炮交付完毕 法国是原无金额 较少的西方大国 现在法国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 凯撒自行火炮系统极其弹药 这是非常大的手笔 每套凯撒大炮 不包括配套弹药 造价近500万欧元 市场售价约700万美元 法国历任总统都主张欧洲防务自主 马克龙也多次提到这个主张 看来他们准备为此出力了 谈到西方对乌军援 要跟大家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跟北约组织协商 由北约秘书长准备接替美国国防部长 担任54国援乌协调小组的召集人 将美国协调各国对乌军援的事务性工作 从美国国防部转移到北约组织 西方阵营对乌军援协调工作 从美国转移到北约 显然是考虑到美国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存在变数 避免对乌军援协调工作中断 为避免对2024年大选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与北约的工作交接已低调进行 泽连斯基2月10日 发布一系列军方高层人士任命 由瓦继姆 苏哈列夫斯基上校 担任新组建的无人作战部队副总司令 安德烈 列别登科上校为负责创新的副总司令 任命沃洛迪迈尔霍尔巴蒂乌克准将位副总参谋长 负责作战 规划和管理 奥列克西 赦富琴科准将担任负责后勤的副总参谋长 米哈伊洛 德拉帕蒂准将担任负责训练的副总参谋长 泽连斯基称 之前巴尔吉列维奇少将任乌克兰总参谋长 是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的提议 上述新的人士任命听取了希尔斯基上将和巴尔吉列维奇将军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 我想以一位乌克兰博主的一段话作为今天战报的结尾 人们不太明白 如果他们一旦让一个法西斯领导人获得完全的权利 他们将永远牺牲自己说话的能力或者直到血流成河 以赢回人们一开始所拥有的那些东西 简言之 当一个人还自由的时候 最好能够明白 如果你不想失去他 就必须有为之而战的勇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